七月革命,七月革命是指拿破仑在华铁路惨败之后,1830年7月,法国推翻复辟波唐王朝,拥戴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的革命。建立的新王朝,也就是七月王朝,法国七月革命,是1830年欧洲的革命浪潮的序曲,因为波唐王室的专制统治,令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人民难以忍受, 以致法人群起反抗当时法国国王查理施施的统治。此次革命的成功是维也纳会议后,首次革命运动得以在欧洲成功,鼓励了1830年及1831年欧洲各地的革命运动,标志了维也纳会议后,由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组织的保守力量,未能抑制法国大革命后,日益上扬的民族主义,及自由主义浪潮。 1830年,巴黎成立新的君主立宪政体政权,革命在没有经过什么反抗的情况下完成,反映了国内普遍存在的对封建势力的不满。 奥尔良公决路易菲利普继承王位,时推举他的金融资产阶级借机取得权利,法国由此违背了维也纳会议所定下的各国,由封建君主继承的正统原则,但俄国、奥地利、普鲁是为首的,以阻止各国革命为隐认的欧洲神圣同盟,直此却再也难以干涉欧洲革命的复兴。 但是,七月王朝从一开始就面对巨大的反抗教士,和正统的保皇分子认为,路易路易菲利普及其支持者为叛国贼,共和主义者认为受骗了他们,希望更激进改革,热心于波拿巴主义者,亦是反抗者之一。 感谢观看